好这个建筍呢出土生生慢 不过县政府以及光丰地区农会 早已启动建筍的产销推广 除了即日起开放预定的建筍饗宴之外 也结合了产地部落 以及农修区规划建筍食农文化之旅的体验 以建筍为主轴串联部落红润米文化体验 马太安农修区失地生态以及赏银 带动地方建筍产区的农产业加值发展 推广每年3月限定的建筍食令农产业 县政府与光丰地区农会 不仅是透过媒体镜头强力行销 更结合产区部落传统产业文化 让更多人深入体验食农教育 并认识地方的农特产 那在以前这个红红米呢 都是会拿来酿酒跟做麻糬 就是做它的独肉表情 就是祭天祈福啊 很重要的这个我们的 它是祭品这样子 那的话呢 也是对大家的身体 比较有自己的建筑 手作体验部落红糯米传统饮食文化 口吃产地新鲜直送的特色风味餐 在部落青年的带领下 也走入建筍员采建筍 深刻体验采筍的辛劳 我们不要踩 那我们可以去量 两个拳头 以同土 然后两个拳头以上的 我们就可以做踩集 对我们可以就是 那我们在走建筑林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有些小幼苗 然后就尽量不要踩到 对那我们在走建筑就尽量慢慢走 然后慢慢的去寻找它 竹头啦 竹头竹头 对对 所以其实这样拔一下就可以拔起来 对对还不错还不错 老造型 老造型 为了推广石令农特产 花莲跟农政单位建筍产销推广工作 早早启动 除了即日起开放预定的建筍饗宴大餐 今天也进行建筍食农文化之流的体验 带动地方建筍产区的农产业价值发展 我想这次这次采线团 有别于一般的采线团 除了刚刚的产业文化观光休闲等等 针对产业的价值 我们也希望他们多多的报道 农会这边也不予利了 针对地方上的农特产品 来做一些价值的加工 来做行销 当然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在地的农民 能够赚得到钱 今年建筍产季受到天后影响 整个大延迟 然而农政单位各项产销推广活动 都已陆续展开 提供消费者天然鲜翠 健康无毒的建筍特产 同时透过农产价值产业的发展 也能进一步增加农民的农产经济收入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